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 雅各家就是被称为以色列的 从犹大的水源出来的 指着耶和华的名启示 却不是出于诚实和公义 提说以色列的神的 你们要听这话 他们被称为圣城的人 又依靠以色列的神 他的名字是万君之耶和华 主说 先前的事我从古时就预言过了 已经从我的口里说出来了 又说给人听了 我忽然行事 事情就都成就了 因为我知道你是顽固的 你的颈像是铁的 你的鹅是铜的 所以我从古时就告诉了你 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 我就说给你听了 免得你说 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做的 是我的雕像和柱像所命定的 你已经听见了 现在要注意这一切事 难道你不述说吗 从今以后 我要把新的事 就是你不知道的隐秘的事 告诉你 这些事是现在才造成的 并不是从古时就有的 在今天以前 你还未曾听见过 免得你说 看哪 这些事我早已知道了 你从来没有听过 也不知道 你的耳朵 从来未曾开通 我原知道你行事非常诡诈 你自出母他以来 就被称为叛徒 为了我的名的缘故 我暂时不发怒 为了我的名誉的缘故 我向你忍耐 不把你剪除 看哪 我熬练了你 却不像熬练银子 你在苦难的炉中 我剪除了你 为了我自己的缘故 我必做这事 我的名怎能被亵渎呢 我必不把我的荣耀 归给别人 雅各 我所呼召的以色列啊 你要听我的话 我就是那位 我是首先的 也是末后的 我的手奠定了大地的根基 我的右手展开了诸天 我一呼唤他们 他们就一同站着侍候 列国 你们都要集合起来听 他们中间有谁 预言过这些事呢 耶和华爱他 他必向巴比伦 行他所喜悦的 他的绑币 也必击打迦勒敌人 我亲自说过 又呼召了他 我带领了他来 他所行的就必亨通 你们要就近我 当听这话 从起初 我就没有在隐秘处说过话 自从有这事情的存在 我就在那里 现在主耶和华 拆遣了我和他的灵 耶和华你的救赎主 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是教导你 使你得益处的 是在你当行的道路上 引导你的 但愿你一向都留心 听从我的命令 这样你的平安 就像河水滔滔 你的公义 就如海浪滚滚 你的后裔 必像海沙那么多 你腹中的子孙 要如沙利这样多 他们的名字 必不会被剪除 也不会从我面前消灭 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 从迦勒底人中逃出来 你们要用欢呼的声音宣告 把这事说给人听 你们要把这事宣扬出去 直到地极 说 耶和华救赎了 他的仆人雅各了 耶和华领他们走过荒野的时候 他们并不干渴 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来 他裂开磐石 水就涌出来 耶和华说 恶人没有平安 谢谢大家